神之所以选择一个生命成为使徒 神对他们都有份恋爱和托付 但就人的经历来讲 我个人对十二使徒里的约翰 是特别觉得他可爱 他的可爱在于他的温度 你看他对于彼得的态度 对彼得是一个关键性的影响 彼得否认主之后 有三天到哪里去了 圣经没有写 但是三天之后 彼得跟约翰一起出来 跑向耶稣的坟墓 可见那三天陪伴彼得的就是约翰 而且之前当主耶稣定十架的时候 只有五个门徒留在十架底下 四位是姊妹 十二门徒里面只有一位弟兄 就是约翰 你会发觉在他身上有个非常动人的一种性情 就是陪伴 一个陪伴的性情和陪伴的灵 对于主耶稣来讲那是何等安慰 对于彼得来讲又是何等大的帮助 后来他又接受托付 主耶稣在十架上有七句话 有一句话是对他讲 说看你的母亲 这句话是指着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 因为主耶稣在肉身里面不能再服侍他 再帮补他了 所以他好像做一个最后的托付 约翰你帮助我 以后帮助我在肉身里面扶持我 我的母亲玛利亚 那他都做到了 所以你看为什么圣经最后一卷书 不是交给别人 是交给约翰 因为他忠心值得托付 他跟人好接近 他跟主又好接近 他的生命充满温度 他是陪伴你的 安慰你的 也许今天教会里面需要更多这样的约翰 所以那个最能够打动人的 其实是那个温度 是 然后我觉得对现代人来说 最能够很快体会的 也是那个陪伴 是 就是现代人太多时候都是孤单的 就是即便你有手机 可以看遍天下 跟所有人联系 但是终究你还是 还是一个单独的人 我想神对于基督徒 有个很重要的托付 说你们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然后后面又说 我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末了 我们看到两个同在 就是与人同在 跟与神同在 我们所信的这位主 是很看重同在经验的 他有个名字叫做 尼玛内里 它的含义就是神和人 那个同在的生命 在那个同在里面去突破了 瓦解了人的孤寂 孤单 圣经里面好像特别看中两种人 特别怜悯两种人 就是孤儿寡妇 是最无依无靠的 诗篇里面也说 神在他圣所 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深渊者 在最后晚餐 他有句话 是非常安慰我们的 他对门徒说 我必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要到你们这里来 这给我们是极大的安慰 在生活的动荡 生命的漂流当中 你发觉有一个 永远恒温的稳定的力量 是未曾离开你 即使你有个阶段 可能感觉不到 但感觉不到 不代表它不存在 空气你看不见 但空气永远在你周边 他是一位这样 恒定的良善的神 愿意把他同在 丰丰富富的 放在人类的生活经验当中 他也让我们彼此 去经验彼此同在 所以非常可贵 我们不只说 跟神同在就好了 不 神也爱他所造的一切 希望我们在彼此 在生命的同在里面 去享受 那个生命的丰富和感动 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们这个信仰 最最宝贵的地方 是 其他的信仰 大概没有什么人说 那个神 永远跟你在一起 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我们的神 跟我们同在 好像成为一个 这个信仰当中 最 最 最让人感动 跟心动的地方 是因为神的性情 因为就是约翰告诉我们 两件事情 神就是爱 神就是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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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